欢迎收看地上金线 我是就里斯宗怡 买一台车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非常喜欢 但开着开着 时隔几年会不会觉得 嗯 自己的需求改变了呢 然后这个车子适不适合你 它是不是那个分数也在改变呢 其实很多人换车的一个考虑时间点 有可能就是家里的小朋友 他越来越大了 你需要的空间也随之要增加了 那这会不会也是 你想要换车的实际点呢 我们来看看 在日本呢 其实他们就有针对 有孩子的女性 去做了一份调查 结果发现 选购新车最重视的关键考量 会是以下这些因素 包括了外观设计是第一名 再来价格 再来尺码空间 再来舒适便利性 性能配备 能耗表现等等 那男生有些人说 哎 我很在意品牌 但在这一份的调查里面 我们反而没有看到 这一项的原因 可能你更在意的是 实际的使用面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个妈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每次看到她 我就觉得 好能想象 她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欢迎和小柔 嗨 大家好 终于姐好 其实我常常忘了 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是不是 她一样很年轻 很青春的那种气息 谢谢 谢谢 对不对 那这个 这种个性啊 或者是你感受到这个 有影响到你的开车的使用吗 例如说 你现在是比较在意 个人的那种自由 还是像这个调查 在意孩子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调查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外观 肯定是我第一首选 因为我喜欢我的车比较凶 所以外观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狠度 我才会喜欢会去买 那再来就是舒适度 因为再来就是 我的另外一半 或是小朋友 要坐在后座 就是他们会常常会 complain说 我之前的车太小啊 然后又或者是会告诉我说 妈妈我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我在飞之类的 你开了哪一台车 你自己非常喜欢 可是现在他们开始 会有点小抱怨 我上一台是那个 Nissan的Juq Juq刚进来的时候 就觉得哇 这台车就是为我设计的啊 而且它是英国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买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 然后重点是 与众不同在路上 大家都说小Porsche 但是其实它的性能 我觉得我很够用 因为我跑四驱居多嘛 但是后来我搬去安坑之后 就必须常走高速公路 尤其是二高 四线五线 那个时候车就会飘了 尤其你加速速度 有时候你要特别快的时候 要赶通高 有可能就说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比较大底盘的那种特性 小对不对 我先生 我换这台车是因为 我先生一直给个碎念 他就说你的生命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希望就是一台车 大概五年就可以换了 那他就知道我现在的需求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 或是常常需要 可能在小朋友 接上小朋友上下学吗 是是是 然后小朋友上小学了嘛 对不对 老大上小学了 所以你需要换车 然后也换了 也换了 然后现在换了这一台 你选择的是NX200 对对 他选择不是我选择 他选择 我告诉他我的选择是什么 他去帮我挑 先生立刻 有没有 过滤清单 对对 因为我有跟他讲说 我说因为最后决定也是他 我只能 我只能告诉他我要什么 因为毕竟他 男生真的比较懂车 再加上价钱比价 或所有的性能 他都会比我了解很多 那我就会告诉他 我希望 像我上一台车 他的后车箱 就是要用手拉的 所以你想要有电动尾门 一定要 然后外形要帅 然后开车 开车就最好 能贴背的时候就贴一下 哎呦你也是 会大脚油门的 要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 就是会有一些挑衅车 或者是可能你要超车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 快很准 对对对 好哥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小柔自己的选择 他其实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就作为一个妈妈 我还是想要能够 享受那个开车的过程 可是小孩现在需要兼顾了 那在场的各位达人朋友们 如果现在有这种就是妈妈们 希望你们推荐选项 你们优先帮他们 考虑的会是这一些因素吗 小岚 嗯 我如果选三个选项的话 第一个就是安全 第二个是空间 第三个是配备 第一个安全的部分 我相信全家的生命 其实都很重要 不止妈妈的 所以不管是选什么车安全 我都会放在第一位 那第二个的话空间就是 因为妈妈常就是载小孩嘛 或者是有时候要去大卖厂买东西 所以当然如果你可以有更好的空间的话 不管是在小朋友 而且如果你的空间够大 你也不用换车的频率那么高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七八年才换车 那如果你的小朋友刚好是国中长到 国小长到国中的话 那万一一下子长太高的话 可能车子又会变得很小 所以空间也是第二个会考量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配备 配备的话 其实妈妈开车有时候啊 你就比较容易分心 所以当然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在后面哭啊 或是怎么样 你可能会需要照顾他 所以在配备的部分 最基本的一些一定要有 像手机的连接功能啦 然后停车的360啦 电动尾门 有时候你抱小孩 这一些 我觉得配备的部分 也是要帮他考虑在内 所以这三项我觉得最重要 好 爹 白色免宝雅 这个是为爸爸开的条件 你这个是很细的 因为你看 我之前像那个Golf啊 然后BMW 335啊 然后到现在的特斯拉啊 然后到我的PUGEL 5008 都白了嘛 那其实白的是这样 白了因为我老婆觉得 我问她说 你买车有没有什么想要条件 买车基本上都是我在决定 他对车的人 应该讲说容忍 不能讲容忍度 应该讲说他对车子的接受度 还蛮广的 我给他什么车开 其实他都可以开 但是就几个条件 第一个他要白的 他就看起来比较 他觉得比较耐看 他不需要那种很跳的颜色 二手车家好 其实免保养是这样 他不想跑保养场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 我在帮他跑 所以他说免保养 所以就是说你去给我保养 所以我现在买 换电动车了嘛 电动车就免保养 所以就刚好符合他的那个要求 250匹基本上是他觉得 因为他个性跟我一样 有点急 所以他油门踩的通常也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大概250匹以上 比较够他用 那空间大是因为现在有小孩了 小孩一个国一 一个高一 所以你看从几年前一直这样长大 所以他需要空间大 再就是底盘低 底盘低其实也是操控啦 那其实我不是说我们不注重 那底盘低 可是你们也买SUV不是吗 对所以他就开 他就霸占着Model 3 不给我开啊 了解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那个操控的部分 是比较要求 但是我们觉得安全来 我们不是说不注重安全配备 是因为我们觉得人的观念 跟开车的技术 也是安全的一招 所以你们 我觉得你推荐的是比较针对 注重操控性能的女性们 即使是妈妈 你可能还想拥有这一些 韦阳 那如果是你呢 只有一个选择 安全安全安全 对其实我觉得给妈妈开的车 就是安全就好 那安全有很多东西的面向 是要考虑的 包括第一个我觉得安全是 主被动配备一定要有 就是车体的刚性 Airbag 然后A-DAS 基本的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的 第二个安全部分 是我讲操作的部分的安全 就是妈妈有时候会分心 就是小朋友 刚刚Andy讲的嘛 就是小朋友在后面会哭闹的时候 妈妈会分心 分心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配备还是 我要进到那个选单里面 再去转半天 我才能调冷气的 那个会有点危险性 还有就是有时候妈妈会穿高跟鞋 因为他必须要去跑趴或干嘛 但他接小孩的时候要换成布鞋 我就会希望那车上是有一个抽屉 是可以放你的布鞋的 这些东西是我觉得 贴心的收纳 对 那第三个 我就要对不起笑容 我觉得车色的选择很重要 第一个你不要选这么深色 你可以选白色 白色第一个当然好迈 二手车架高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的辨识度比较好 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 你开出去的时候 不管是别人撞到你 或者是你要看到东西 白色车子是比较安心 比较安全 但是别的车色怎样也看起来 你知道就是帅度 有时候都不太一样 小螺旋深色是你个人喜欢 我没有开 我不喜欢开黑色以外的颜色 你看这个就是有个人中爱的选择 对 还有一个就是隔热 其实我也觉得 不要贴太黑 对不要贴太黑 但是有时候有些妈妈又说 你不要贴太黑 别人都看到是女生开车 会容易欺负我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 如果今天你贴太黑 那个人躲在下面 你根本看不到 危险性 对 他如果真的已经撬开 那个车门在里面躲了 然后你车子这么黑的 黑玻璃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 不知道车内有状况 对 所以反而你一开门 就发现你会被他截走 真的反正是一体两面 然后就综合评估一下 自己更在意哪个变 要取个中恒 中恒点 我觉得是比较好 好的 那再来看看小Andy 你的推荐 如果是像我们的状况 你觉得妈妈要把省油 放在第一位 我说 如果像我们家里是 可能买第二台 然后是新手妈妈 那可能爸爸 因为我比较希望 下一台是可以省油一点 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换 等一下 我比较希望 就是男人们希望 我现在请你推荐给女士们 对 我意思是说 现在我们家车是汽油的 想换另外一种 像譬如电动 或者油电 那电动我们家 刚好又没办法充电 所以呢 我就想说换个油电 那油电的话 我觉得PHEV还是要充电 那我觉得比较会偏向 像是 Hybrid Hybrid的话 像Honda那个系统 就是电油 就是它有个引擎 是在发动给你充电的 那至少你不怕会 那个电子会没电 那这样子的话 省油也省一点钱嘛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个是安全 安全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的车体结构要够好 然后气囊也够 那至于ADA的系统 我发觉新手的来讲 它不一定会使用到这些系统 它们比较会抗拒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股价要好 那再来就是车身尺寸 因为一样是新手 也不能买太大太长的车 主要是好开 方便停车 像那种好开的话 就是这几个重点 那今天达人们有自己的分享 就是可能每个妈妈个性都不同 家里面孩子说真的 身高体型 大家也不一样 所以说空间 我们怎么来论定 那以小柔来说 他三个小朋友 最大的已经上国小了 我们不如就从你实际上的使用心得 来大家了解一下 可以 今天带来了 X200 刚刚有说了 其实你当时开出了这些条件的时候 先生帮你选 对 最后你觉得 这台就 很对吗 就赤萍重学啊 因为第一它价格 很漂亮 因为我想说在200以下嘛 然后再来它是2.0 又比我之前JUKE 1.6嘛 要大 大 然后再来它的外形确实是我心目中所想象的 就是算凶的啦 如果再告诉我 是因为它前面的这个仿锤型的水箱护照 就是说 你不觉得它很像一个大狮子吗 是 这老天上好像形容说 因为水箱护照很大 有时候我有种吞噬露面的感觉 对对对 那有些女生会觉得 这样很霸气不够柔和 但你就喜欢这种 就要霸气 只能更凶啦 不能太柔和 那你的开车个性 你先生有没有什么想形容 我在我们家有一个绰号叫黄大胆 开车的时候很大胆 对对对 我公公取的 我公公取的 现在一定会想说 名字明明叫小柔 为什么开车这么大胆 就是因为太大胆 所以才希望可以用小柔的方式 看让我可不可以比较温柔一点 好的好 那无论如何 颜值第一 第一 那没话讲 重了 对 而且它的动力也比较好 当然 它就是可能零到一百很快 然后贴背的速度也是让我觉得说 猛 但是如果你会选到NS 很多朋友会考虑 游电啊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因为游电对我们来讲 比较麻烦一点 当然有那个Sales有跟我们讲说 如果游电跟我这台豪华版比起来的话 其实如果开超过七年以上 它就可以平衡了 但是价格就差了 高了快三十万还是四十万 那你觉得有可能你的换车周期 不会到七年 我应该不会让它待在我身边这么久 OK 好 所以选择了NS200的豪华版 然后配备上我们等一下来看 这台车如你形容就是都市小猛兽 对对对蛮猛的 我在开而且我觉得它的车身我很满意 我那天下一个一尺六五的 进得去吗 进得去 我很怕我上面会刮烂 那个线高会有点压力 对因为其实在台北很难停车 那有些停车就是你真的技术要够好 然后有的你进去你就心想这也可以当停车场 然后你下去已经来不及了 那我就发现说还好我车身 但里面坐起来的空间跟它的车身又成反比 里面的空间相当大 舒服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车头这个颜值征服了小柔的心 接下来就是说 他有体贴照顾到自己的家人 因为车室内的空间 他觉得很够用 对因为还有一个是说小朋友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就很方便 你在开车的时候对小孩很方便 我家小朋友那小朋友很急 就是你还没到车门 他就会想要 他就一直要搬搬搬搬 或者是他坐在车内 车子还没停的时候他就要下车 所以他这台车他是会有自动上锁的 就是你可能开差不多三秒五秒 他就自动上锁了 防止小朋友这些让你觉得危险的行为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我要在身边的时候他车门才会开 不然因为我都是用感应的嘛 Killus 对那之前是要用暗的 所以就变成是说他唯一的差别是 我人真的在旁边 他打开车门我会比较安心一点 OK 所以这个设定你喜欢 我喜欢 嗯 那小朋友坐后座吧 小朋友坐后座 但哥哥现在够高了啦 所以偶尔他也坐前座 但后座空间真的很大 来小柔这里坐坐看 好 我后座的空间 就是我的距离 我已经把我前面的这个座位 已经调到最后了 我的车距的 这个脚的这个距离还是有 所以如果180公分以上 如果190可能就要往前调一点 但是如果在180 其实在后面是非常舒服 嗯 那我很介意一点就是说 有的后座非常后座感 什么意思 就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砸在前座 前座舒服 然后后座觉得很阳春 对 然后后座就是又硬又不好做 然后就是 有差别待遇 对 就只摔前面后面就没有照顾到 哦 但这一台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不会 而且它够高 嗯 然后他这边所有的一些配备 比如说 饮料的饮料价 小朋友的饮料价 他也有 嗯 所以小朋友坐在后面 他可以比较安定一点 对不对 他这车门这边就变得很好开 一按就开门了 然后小朋友就说 现在都很喜欢我去接他们 就是你买了换新车之后 对 因为很方便 然后这接下来我自己也安心 因为现在他们 比如说他们急着要下车的时候 他是会帮我看着 就是旁边如果有车 他是锁住是不会下 他下不来的 对 因为他那个电子式门把 事实上他还有结合盲点侦测 所以等于有一个 后座乘客下车离车的一个安全保护 对 妈妈会比较安心 这个很重要 当然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 你出声都来不及阻止他 啊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 让我觉得 哦 我懂我先生为什么帮我选这一台 有比较过哦 好不好 就是一些进步的配备 好的防护很重要 还有一个 再来 我坚持要有的优雅 因为我的手是完全没有力的人 所以我一定要就是自动这开 然后 电动尾门一定要有 像比他在低阶 NXS在低阶的就没有这个自动门 然后为了这个自动门 我先生就说 好了 好了 冲啦 加钱加上去 就冲下去 因为就变成是说 我常常我们要去录通告 大堆衣服啦 然后什么都上 雨行头啊 对 然后有时候台北又容易下雨 所以他这个一按 他就是自动开 开车门很方便 而且甚至还可以帮你自动上锁 对 我还可以学那妈都 脚台车 按一下他就下来了 这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小罗现在等于是三宝 三宝 所以我还有两宝要在照顾 因为哥哥现在已经很会照顾自己了 但因为还有另外两支 就是说很多部分 我还是需要再多花时间去take care他们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小罗坐上驾驶座 来看他平常开车 最在意哪些功能 好 因为颜值为了空间 然后小罗呢 换了日系休旅 Lexus NX200之后 一直都挺满意的 非常满意 我坐进副驾啊 有点意外 怎么说 因为我想说 妈妈平常带小朋友 特别都在接受 车上或多或少 可能会有一些 你知道 例如说日用啦 小朋友东西 它也是好干净哦 都没有任何东西 是刻意收起来吗 也没有刻意收起来 因为本身就是 一带上来一带下去 我不会把车子上面放太多东西 真的啊 但你说要的东西 当然其他的一些卫生 室纸 卫生纸这些一定会有 对 然后什么消毒水都有 然后它这个可以左右两边开 这个这个很方便 超方便的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因为之前那一台是要往后推 往后推就常常会去 可能这里有东西就卡住 就不能开 那这左右开这个是 当然我觉得它的巧思 非常聪明 我最机赏的一个 这一台车 就是它跟车系统 是可以很快的速度 马上就调好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 突然 哎呀 前面就开始塞了 路况有点改变了 对然后我又有点累 然后我又要再踩砂踩砂 我就觉得很麻烦 我只要按这四个扭 一二三四 这四个扭按完之后 它就自动跟车了 嗯 然后如果我想要速度快跟慢 我按加跟减就好 然后这是车局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 哦 原来我老公买这台的温柔在这里 对妈妈来说操作界面很重要 这也是刚刚韦阳在建议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的 我要很直觉 我要看到就能用到 而不是就是说 因为说真的 有些现在慢慢会整合在中间 这个大荧幕当中 那你就是要一直去选嘛 对 就很麻烦 所以你喜欢这种 我可以随时做调整的 对 又方便 随时做调整 然后我就可以转头骂人 然后都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 就是因为当你发 因为你只要把手靠在 那个方向盘上的时候 其实它就有安全系统 就开始帮你做 因为有人突然插 有有这里这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给你的驾驶辅助 对那些防撞的啦 防偏跑道的 所以整个安全上面 其实我是觉得还蛮轻松的 这样的驾驶船 对小柔来说就觉得 该有的科技都有了 然后布局简单对你来说是好的 就是会让我很安全 然后再加上它的音响调配啊 它可以直接连接我的所有的一些 手机 对 然后我在听歌或者在放松 在唱歌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妈妈你 压力太大 你在车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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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把音乐开最大声的时候 其实这台都可以满足到 所以你身边如果有就是妈妈们要买车 你也会推荐NX200 一定要啦 超級省油 S對省油 你剛剛有講說 平常幾乎一個禮拜都不需要去加油 對 前一陣子加滿才1300多 所以這一些都是小柔覺得的優點 不知道是不是你也剛好在意的 謝謝你的分享 接下來來看 韋陽之前也為了自己的太太 平常要接送小朋友上下課 所以去入手了一台跨界休旅 那這一台福斯的T-Cross 到現在為止使用的狀況如何呢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的尺碼適中 或者是配備都有給到恰到好處 對 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個時候 我太太覺得我的Q5太大 所以她不喜歡用那個車去載家人 就在學校附近不好停車 對 就是你會覺得很痛苦 那因為她需要跟她的表妹兩個人共用 然後那個某某阿姨也會幫我們載小孩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幫她推薦的是T-Cross 那我那時候選擇這個車的幾個原因是 第一個 省稅金 因為它一年的稅金只要8000多塊 它是1000cc三缸引擎 然後非常省油 它市區油耗大概11 12左右 然後高速像他們在新竹 所以高速就更誇張了 這是一台非常省油 然後省稅的車 那剛剛小柔有說 就是有些小車就是比較擔心 真的在高速公路的時候開起來會有綠綠的飄的感覺 那在T-Cross身上它會出現嗎 還好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當然它不會像Q5或像大型的車子那麼穩定 可是走西濱回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側風 我覺得控制得還不錯 因為它的車身沒有很高 重點是它是跨界型的 它不是真的高底盤的車身 所以我覺得它的實用性是非常好的 然後服飾的ADAS我覺得真的太好用了 聰明 然後自動殺停救了很多次 就是摩托車要幹嘛的 所以真的確實都有作動 都有發揮效果 那只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後來被唸 就是沒有電動尾門 是不是 女生都需要 對媽媽來說是不是特別重要 太重要了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們考量的地方在價格 因為這輛車當時才90萬而已 哦 百萬內 對 那時候的價格其實這樣子入手下來 我覺得各方面空間 因為我們家就有一個 所以永遠都是一個媽媽帶一個小孩 或是一個阿姨帶一個小孩 所以我這台車是非常實用的 那如果你有三個 它就可能不太行了 好 等一下我們會繼續來看 就是女生開車或者說媽媽載著小孩開車 你最怕遇到哪些狀況 有時候他們會抱怨 是因為看我女生開車才這樣對我嗎 小柔又遇到哪些狀況 稍後繼續聊 台灣風雲車年度盛世 1月11號晚間10點 鎖定地球王金線 準時揭曉